面粉不要总是做包子馒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吃法 早上起来10分钟就搞定 做一次一周不早起 摘人3天两头点名要吃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盆中加入500克的面粉 5克的食盐 再加入330克50度左右的温水 先用刮刀搅拌成面絮 然后下手开始揉面 揉成一个光滑一些偏软的面团 像视频中这样即可 然后再分割成大小相同的六个小剂子 再把小面团给它囤圆 放入盘中 喷上了少许的食盐油 锁住表面的水分 再上保鲜膜 松弛上40分钟 接下来小碗中 加入两勺面粉 两克食盐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椒盐粉 可以多来一些 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吃 再淋上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搅拌至无任何的干面粉颗粒 一个简单的椒盐油酥 我们就做好了 时间到了 我们的面团也双吃好了 它的延展性特别好 轻轻一切就可以蒸得很薄 直接擀成一个小圆饼 搅上一小勺的椒盐油酥 给它涂抹均匀了 再撒上多一些的葱花 然后用刀切上一个小口 从一侧开始给它卷起 剪到最后 我们把所有的封壳都给它放延时了 然后大头朝下给它压一下 直接擀成一个大一点的圆饼 这些工作我们可以晚上提前给它做好 中间用保鲜膜隔开 放入密封大 冷冻保存 放上一个月都是没有问题 给你蒸提前预热 喷上少许的食用油 放入饼胚 表面也喷上少许的食用油 盖上盖子 烙烧两分钟 中途给它翻面 倒至中间骨炮 两面上晒 就可以这样给它多摔下上几下 更容易出层次 这个椒盐葱花烙饼就熟了 真的是做法一点都不难 早上起来只需要五分钟 就可以给孩子烙上一张柔软又多层的椒盐葱花饼 凉了也不硬 刚刚出锅外面有点酥脆 里面都是这种小薄层 椒盐香 加杂质葱香 不吃菜也能吃三两大张 一层一层超好吃 快试试吧 感谢观看